大家好,很多人让我说说中俄关系 我之前说中俄关系,没有提到中俄关系里面其实也有一些分歧 中俄其实也有互相的防备 那我今天就通过这个视频简单给大家说一下 中俄关系其实很复杂的 大家知道中俄刚刚迎来了这个穆林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0周年的纪念活动 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和中国国家属席习近平也续签了中俄友好条约 普京认为基于国际法的行为 其存在期间中俄关系提升到前所未有的高水平 主要原因就是以美国为首的民主阵营日益增长的压力 让两个国家都希望展现团结和凝聚力 普京在6月与中国国家主义习近平的视频会议上强调 中俄友好穆林友好条约 包含相互支持等相关的关键协议 以确保伙伴国在统一和领土完整 习近平也向普京保证 中俄双方的合作将继续下去 我两国在前进的道路上要克服多少障碍 俄罗斯和中国领导人的表态表明 北京和莫斯科在世界舞台上并不孤立无援 而在代表国家关于利益的问题上是相互依赖的 这是中俄现在这个关系给大家呈现出来的 表面的相互支持相互依赖 中俄都没有决定双方进行结盟 也就是说中俄都不打算和对方结盟 这个很有意思 大家知道结盟这个东西对中俄来说都不利 而中国并不希望和俄国结盟 俄国也并不希望和中国结盟 那里边有个根本原因 就是中俄它两个的国家利益实际上是有不同的 今天这个视频呢 我就是把这个中俄之间有一些分歧 还有一些其他的利益关系上 我简单给大家说一下 俄罗斯对中国怎么看 俄罗斯人对中国 具体他有哪一些的担心 我今天这个视频简单给你讲一下 那习近平说中俄关系是新型的国际关系的典范 中国外长王毅也说中俄他的关系胜过任何的联盟 大家知道中俄关系其实也是很复杂的 大家知道中俄经过一段时间以后 莫斯科和北京放弃了军事联盟的计划 转而建立一种其他形式的合作 中国国家主义习近平称俄中关系是新型的国际关系的典范 中国外长王毅也称俄中关系胜过任何联盟 中国官方没有对双方的协议做出任何的定义 称其为经典的军事政治联盟更紧密的关系 比军事政治联盟更紧密的关系 这与王毅的评估和两国领导人六月会晤发表的 联合声明是一致的 那俄中双方之所以形成现代这种关系 超越联盟的关系 根本原因就是什么呢 就是俄中有前所未有进行全面合作的意愿 那之所以有这个全面合作的意愿呢 根本原因是什么呢 是双方捍卫多极化理念 拒绝冷战时代思维 那刚才讲完了合作啊 那双方这个特殊的中俄关系 你可以看到啊 前所未有的合作展现出一个 维护多极化的形态 所以呢 超越联盟 但是为什么不结盟呢 根本原因就是中国和俄罗斯关系 也有分歧 这个才是完整的中国关系 我今天这个视频啊 着重讲一下中俄的分歧 这才是重点啊 中国呢 和俄罗斯啊 在数据安全方面是有分歧的 俄罗斯和中国呢 都将数据安全作为重要的合作部分 王毅和拉夫罗夫呢 在塔什安会晤时候曾经讨论过 并将这个数据合作 数据安全的合作 载入普京和习近平的联合声明 但是莫斯科啊 俄罗斯方面发展其信息技术设施方面 采取了谨慎态度 俄罗斯的态度是什么呢 避免过度依赖西方 也避免过度依赖中国 俄罗斯当局呢 正在寻求 使俄罗斯的移动运营商 仅使用俄罗斯的高速无线网络 传输相关的数据 那主要就是建立啊 俄罗斯的标准 到2021年呢 俄罗斯将重新获得 相关数据传输的许可标准 其中呢 俄罗斯这种5G技术啊 5G技术的传输标准 不包括西方还有中国制造的产品 那也就是俄罗斯将独立使用 自己的相关的信息技术设施 这是中俄方面啊 在很多领域其实是有分歧的 另一个呢 中俄之间啊 最重要问题就是领土问题啊 包括俄罗斯的克里米亚问题 大家知道俄罗斯克里米亚问题 现在中国并没有承认克里米亚属于俄罗斯 中国在官方在新闻媒体在央视 对吧 相关的正规的就是图书馆出那个地图 都没有把克里米亚化成是俄罗斯领土 这就是中俄现在 有一个分歧在这儿 在领土问题 同样俄罗斯对台湾问题也是谨慎的 在这啊 中国和乌克兰这个关系升温呢 背后有一个主要的原因就是什么呢 就是中东欧国家正在削弱与中国的关系 包括五月份立陶宛退出北京主导的中国与中东欧国家17加1合作机制 并与埃沙尼亚拉脱亚一道 表明了愿意在某些问题上与中国对抗 上个月在匈牙利呢 也爆发了抗议 反对政府为布达佩斯 相关的大学与复旦大学 一个建校计划 投资 所以呢 在整个中东欧国家的投资上 中国预挫 那么在与乌克兰扩大合作上 意愿加深 那所以中国在克里米亚问题上 与乌克兰立场近乎一致 向乌克兰方向靠拢 那么俄罗斯 他会有不满 所以在克里米亚问题上 中国和俄罗斯并不一致 那大家知道 在领土问题上 中国呢 还有个台湾问题 那么俄罗斯在台湾问题上 这个也有表态 俄罗斯驻华大使安德烈杰吉祖福在7月份 接受媒体采访时他能说 俄罗斯根据中俄友好条约的规定 承认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 那么俄罗斯不将克里米亚问题和台湾问题挂钩 这个呢 你从俄罗斯大使的话也可以看出来 俄罗斯方面呢 其实在克里米亚问题和台湾问题上 是有区分的 但是呢 中国在克里米亚问题上的态度 也在影响着台湾问题 所以中俄在台湾问题上 大家知道啊 中国在台湾问题上 在克里米亚问题上 其实是有分歧的 这个是中俄未来一个隐患 我个人认为是未来的一个隐患 在领土问题上 很简单 如果中国支持乌克兰 克里米亚属于乌克兰 那么俄罗斯就会不满 那在台湾问题上 俄罗斯支持台湾问题上 中国的立场就没有那么坚定 只是基于中俄友好条约 那俄罗斯大使的话说的也很清楚 现阶段中俄是友好条约 有着友好条约在 那未来没有了呢 俄罗斯态度会不会变 所以啊 大家把中俄关系一定要看透 看透啊 中俄关系里面是有很复杂的 有很复杂性啊 那么在中东问题上啊 中国和俄罗斯也在争夺叙利亚 这个大家可能不太了解啊 那中国外长王毅在7月份访问了这个大马士革 而且呢 中国在叙利亚倡导这个一带一路 那这就会和俄罗斯在叙利亚产生一定的这个争夺 也包括在当地的这个军火销售啊 中国也在叙利亚进行一部分军火销售 那么跟俄罗斯的军火也会产生一定的竞争 那中国通过一带一路大型项目 对中亚地区的经济进行这个渗透 也会影响到俄罗斯在中亚地区的影响力 那大家看啊 中俄关系呢 在领土问题上 在乌克兰 在地缘政治上 其实呢 都是既有合作也有竞争 这是中俄这个整体关系的现状 而因为什么呢 因为美国的存在让中俄被靠背 你记住我之前一直说这个道理 美国的存在让中俄走在一起了 美国的存在让中国和俄罗斯放弃了很多 双方的地缘政治的这个博弈 而联合起来一起针对美国 那美国这个因素 你看三角关系里边美国因素被放大 这是中俄关系的实质 你要看中俄关系 千万要看懂看透啊 中俄不是没有分歧的 中俄也是有分歧的 中俄也是有竞争的 特别台湾问题啊 你从俄罗斯这个表态也可以看 俄罗斯并不是 对吧 说是跟中国就是盟友关系 完全站在中国这边 俄罗斯也要看克里米亚问题 你中国的态度 中国呢 也会基于自己的立场 来看待克里米亚问题 你看双方都是有变化 这个中俄关系啊 我自己给中俄关系定义啊 是美国影响下的新型的中俄关系 如果没了美国 中俄关系绝对不是现在这个样子 美国成全了中俄 美国造成了中俄现在的关系 现在很多人讲是超越联盟这种关系 美国的存在 让中俄走到一起 那你看反过来你想 美国的影响力如果下降了呢 美国如果退出了中俄 势力范围 中俄的这个地缘政治范围 美国退出了 那中俄这个矛盾可能会加剧 所以现在就是美国正在做的 逐渐退出中俄的势力范围 在欧洲对吧 你看特别在克里米亚问题上 美国并没有针对俄罗斯 给俄罗斯更多的打击更多的制裁 在中东美国收缩 让俄罗斯让普京能够进到中东 15年就进入叙利亚了 在中亚在阿富汗美军也在撤离 在中东在撤 在非洲也在收缩 俄罗斯进入了中非 而跟中国反而是围堵的 你看美国这个转向 你从现在来看中俄关系 美国是有意在放俄罗斯 在围堵中国 那么美国在中俄之间 这个转向压力转向中国 给俄罗斯松绑 就会影响到俄罗斯针对中国这个态度 所以俄罗斯和中国之间这个关系 一定是受到美国影响 那么俄罗斯什么时候跟中国不再被靠背 要看美国最后的决定 美国怎么看俄罗斯 一定要看美国 这就是美国影响中俄关系的实质性 实质性我看懂了 今天简单跟你讲一下 另外中俄关系也不由中国和俄罗斯来决定 要受到美国关系的影响 美国和俄国关系 美国和中国关系影响 中国和美国一定是长期存在竞争 美国和俄罗斯我觉得竞争有 但是是在有限度的在区内竞争 不是在全球 中国和美国最后的竞争是全球化的竞争 这点长期一看 我觉得俄罗斯这个关系 跟中国的关系会变化 会受到美国逐渐逐渐的 它这个重心的转移 向中国这边转移 俄罗斯关系和中国关系就会变 这个你要看懂中国关系 那有些人会想 会不会俄罗斯导向美国 这个我觉得不会 我说说我自己的看法 首先美国它也有底线的 就是大西洋联盟 绝对不能让俄罗斯控制住欧洲 这个底线在 中国就不用担心 俄罗斯导向美国 另外一点 美国国内也在有一帮人 做意识形态的博弈 所以美国国内支持俄罗斯 给俄罗斯松绑的声音 不能被支持 这也就是美国国内 不能出现支持俄罗斯的原因 美国和俄罗斯只要对抗下去 不管拜登怎么想和普京联合 美国国内没有人支持 美国就做不到 那么未来中国关系 就像我刚才讲的 在背靠背这个大前提下 中国关系会有一些小的变化 主要就是因为美国整个战略的转移 整个战略的转移 压力给了中国 那么在俄罗斯这边会有一些松绑 那俄罗斯和美国的关系会变化 俄罗斯和中国的关系一定会稍微有些调整 这才是合理的中国关系 这也就是未来几十年中国关系 发展的一个脉络 克里米亚问题还有台湾问题 俄罗斯会非常谨慎 因为它这个是根本的 所以中国在克里米亚问题上 也绝对不会表态 也绝对中国和俄罗斯之间 不会因为克里米亚问题 台湾问题影响到中俄的合作 这个是个前提 所以你看到了 美国其实决定了中俄关系 这是中俄关系非常特殊的一点 我觉得中俄关系 也是21世纪最复杂的一个关系 你看中美关系形成了21世纪 非常复杂的一个关系 那么中俄关系因为中美关系的复杂 也出现了一个21世纪非常奇特的现象 超越结盟了 超越联盟的一种 超越联盟的一种关系 这个就非常有趣 这个我觉得21世纪来看 这个非常有趣 在地缘政治上看 同时出现两种非常奇特的地缘政治关系 出现两种 我觉得这种关系呢 还会一直持续啊 就像三角形 它会相对稳定 不会有新的变化 三角形相对稳定 所以我说了 俄罗斯也好 美国也好 这两国家的存在 对中国非常有利 它会形成一个三角关系 支撑着现有的事业体系 这个三国关系支撑着现有事业体系 一旦哪一个三角出现问题 俄罗斯崩溃了 对中俄关系 中美关系都会出现巨大变化 美国崩溃了 美国崩溃了 俄罗斯和中国关系也会变化 所以你看这就是现在整个的一个地缘政治情况 中国关系我简单今天就跟你讲一下 我希望你在这个基础之上 你再看中国和美国未来的所有的政治方面的 所有的合作也好 所有的斗争分歧也好 你会有一个脉络 感谢观看